每天晨起来, 见到这么漂亮的阳光, 人都身情漂亮点 真的非常感恩加拿大对我们的恩赐, 还有 bonus bonus 就是有美好的阳光, 环境, 最主要是空气 已经开了两个半钟头车, 应该是时候休息了 休息完之后又继续出发 再继续开了两个半钟头车, 终于到了屋泰华 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这里 Dows Lake 我们终于来到了, 一进来被这里的环境已经陶醉了 见到很多周围都是屈甘香, 什么颜色都有 还有湖面很平静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星期三呢 还没有见到很多游人 下车之前拍给大家看看, 在这个湖边附近的豪宅 好大间 好急啊, 好想快点找个地方拍下车 快点走去看看, 现场的情况 找了位拍车, 当然要找他的地步 好快点拍下车, 先拍下他的地址 终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屈甘香 现场和大家直击报道屈甘香今天的情况 众所周知, 如果大家是小居多伦多的人士 看屈甘香的圣地就是屈甘香 就是屈甘香 就是屈甘香 很多很多年前都已经来过这里看过一次 说起屈甘香的屈甘香历史内游 原来都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众所周知, 荷兰是屈甘香之国 众所周知, 荷兰是屈甘香之国 原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荷兰被德国占领 荷兰国王把他们一家全都走到加拿大屋太华避难 其中他们荷兰成员在屋泰华的过程 故事、情节我就不多说了 有兴趣的网友走去历史研究研究一下 但是我就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荷兰政府就拿了10万颗的乌金香 来送给加拿大以表达感激之恩 听说自此一年之后 荷兰皇室就每年向屋泰华赠送1万颗的乌金香 据我在资料搜集 好像在多伦多菲利港场都有得免费派发 具体的日子大家上网看看 而在1953年屋泰华就举办第一届乌金香节 在1995年荷兰的成员重返加拿大主持 屋金香节 同年屋泰华的屋金香节升价为加拿大屋金香节 自此见证加拿大与荷兰两个国民的友谊 在屋泰华这里每年屋金香节期间 除了处处盛开的屋金香之外 还有很多适合全家的加拿大活动节日 气氛都很高潮的 看屋泰华的介绍 原来看屋金香有18个景点 连绵了有35公里长 还要是免费停车免费是看 基本上每年看屋金香都是两个星期左右 五月初人少一点 但是花就开得不是很齐 但是人少一点就可以玩久一点 不知道大家网友有没有感觉 每年的屋金香 已经成为世界最壮观的屋金香城汇 我想北美地区最大规模的屋金香 应该是非屋泰华莫属 但大家看了这么久 什么颜色都有 有盛开的有含包代放的 实在太多年没来屋泰华 看屋金香很有亲切感 周围两旁都很多人在看 还有在跑步 走走走走 兔子我一去找地方坐下 都是现成的 非常写意的一天 偶尔走出来大自然和大自然亲近亲近 好漂亮的黄色 它这个品种好像都很少见 瘦瘦的 还有这个是一花多虎颜色 鲜包代放的乌江香 大家有没有感觉好像那些妙龄少女 真的好漂亮 鲜红色的乌江香 鲜红色的乌江香 偶尔看鲜色的花朵 心情都美很多 鲜红色的乌江香 大家有没有感觉 哇,这里真的有很多品种的屈甘香花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追踪我 记得再继续留意我这几天 屈泰华之旅的视频 在屈甘香旁边又有个湖 有花有湖,超级悠闲 挖掘给大家看看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矮子屈甘香 非常可爱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认为我条片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下集再见 拜拜